两位好 欢迎 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高志林 来自河北狼房 今年38岁 这是我媳妇孙春爱 你让人媳妇自己介绍好不好 你好 我叫孙春爱 我今年30岁 来自河北狼房 欢迎两位 先生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 我这是从小得的那个腰椎脊柱瘤 走路有点和 那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吧 好的 好的 两位结婚多久了 三年多了 这算新婚夫妻 当时怎么认识的 这个是我建的一个残疾人群 想让更多的残疾人在一起交流 他结果也加入我们的群 然后就这么认识的 他老组织聚会 然后组织我们出去玩 就总在一起 大家熟悉了 就觉得这人很好 然后我老公又是一个 积极向上的人 很乐观 平时工作呢也很努力 有自己的网店啊 有视频店啊什么的 然后我妈也觉得我适合找一个像她这样努力的人 一个努力的人 她永远都会那个照顾别人 因为我14岁之前我是可以走路 可以像正常的小朋友一起去跑玩耍 但我14岁发病做了腰部手术 完了以后导致了我高位结瘫 躺在床上起不来 当时我也很自闭 因为就是身体这样了 不愿意出去见人 然后呢我的父亲就会每天把我抱在摩托车上 他会拿摩托车驮着我去买世界转悠 带我去玩 每天如此 带了我两年终于把我带出来了 接受了这种现实了 在爸爸的鼓励下 陪伴下 对 他平心留职 然后在家给我做好吃的 让我开心 那从14岁生病到16岁慢慢好起来 然后成年了 这个也得做点事了吧 这个是不是也是爸爸当时支持鼓励你了 是 然后我爸爸60岁刚退休 帮着我大理我的实体肩破 后来打理了一年 在15年退休职工体检的时候 查出来了就是父亲 肺癌晚期 感觉天都塌了 大叔倒了 以后不知道他路怎么走了 爸爸当时的状态呢 我爸也接受不了吧 因为我爷爷就是肺癌趋势的 所以说我爸特别恐惧 然后这个时候又翻过来了 我去鼓励我的爸爸 那爸爸这个病要做手术吧 当时 第一方案是用那个化疗药 是 但是是自费的化疗药 然后第二个方案呢 也是用化疗 但是这个呢 是可以报销的 然后第三个方案是做手术 但是手术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大 在我们家人的建议下 就是给我爸用最好的治疗方案 就是第一个自费的那个化疗 效果怎么样 效果很好啊 效果 打了四期化疗的时候 然后再检查 肿瘤从0.8到1.2 然后就降到了0.6到0.8 就已经小了很多 那整个过程都是你在陪着父亲 是 当时因为父亲查出来这个病以后 我有两个那个实体点 然后我就是果断地就是关掉一个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 然后留了一个 然后我一直陪我爸爸 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啊 女朋友 那也是看到了这个情况 你当时有过一丝犹豫吗 我爱人吧 他比较那个坚持 而且呢 他对父母都很好 我觉得我就相信 他以后肯定对我也很好 最后我还是决定嫁给他 因为我觉得找到一个 疼爱父母 疼爱家庭的男人 那是很不容易的 这爸爸的病情 在经过一段时间化疗之后 也相对好了一些了 对 稳定了 然后我还有很多的愿望 感觉这么多年 爸爸没在我的身边 因为工作原因 然后我有很多愿望 我就想去实现 然后就带着我爸去 全国各地的去玩 有时候他也是 他想去 但是他怕花钱 完了以后 他就是表现得不想去 但是我就会 我也会拉着他去 就像小的时候 他天天陪着你 带着你到处玩 对 就像小时候 他那么的时候 驮着我 然后现在 我开着起车 驮着他 这段时间 很多的重心 全都在父亲身上 对 我可以说 工作这块 我基本上就放下 然后所有的重心 全在我父亲这块 从16年开始 从16年开始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 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完了留下了很多的 就是 美好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 好 我们也择取了一些 先生的朋友圈 能够看出 他这个心情和感受 9月30号 抓我抓得好紧 这是父亲的手 在抓着你 这是父亲 后来复发以后的事 这是后来复发了 就是我们 就是 我 faith了 但如果我放下来 我平会出现 我平均里也就等于 我平均里了 我平均里了 但如果你被人家 我平均里了 屈肯定我 至此 偶尽 也就等于 我平均里了 我平均里了 但如果我平均里了 我平均里了 然后我是平均里了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 i need better i can't wait back at that i know i know 下去 m i know i know who 옛날 d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眼泪刷刷就下来了 控制不住的呀 完了以后 我说你先别跟爸爸说 因为我怕我爸的思想压力太大 他过不去 后来我们第二天 就去挂一个专家的脑外科 找了一个专家 他说你要想救你爸爸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开炉 我跟我妹 我们俩连犹豫都没有犹豫 就是说做 就是一门心思地往前看 往前走 后来手术顺利吗 都挺顺利 手术完以后 在ACU观察了一天 然后就送出来了 然后跟我爸打招呼 我说爸 然后我爸 他当时还带着呼吸机的吗 然后我爸 我说招招手 他把手举起来招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特别的欣慰 但我知道其实这个手术之后 父亲的状况是越来越差了 是吗 是 术后并发症 脑梗 那三天以后 因为他脑压高 三天以后二次手术 现在父亲的状况是怎样呢 现在人没有意识 就是 就是 是无人的状态 那现在是 是妈妈和高先生您 对 还有这个妻子在照顾是吗 现在我是跟我妈 还有我妹 我们三个人 那您这生意还能做吗 这几家小店 不做了 什么都不做了 就专门在照顾父亲了 因为就是说 实体店那块 你必须得有人 但是人也疼不出来 你故人现在 就这种状况 也没有什么精力去做 我记得一次 我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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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了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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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小的时候 爸爸如何把你养育大 你现在像他当年照顾你一样的照顾他 为他擦身体 为他饭食 照顾他的一切 爸爸就一直是这种没有意识的状态吗 醒过吗 醒过 有一次我跟旁边病房的人 然后正在说这病情的时候 我爸突然就叫病病 我啊 他说你爸叫你呢 就是我边上的病友 他说你爸爸叫你呢 然后说怎么了爸 然后我爸跟我说了一句 别不管我 我说不会的 我说你放心吧爸 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从来以后再 再没说过话 再也没有清醒过了 对 再也没有 其实我觉得高先生 确实非常的孝顺 非常的重义 重情 但我也觉得 也挺心疼您的 包括妻子 其实也一直在旁边 只要鼓励的都很不容易 就是说现在的收入 就是唯一的工作 只有我媳妇现在在工作 我媳妇的收入呢 家里的家庭生活 你有什么想跟自己妻子说的吗 谢谢你 媳妇 一年一来吧 然后我也不经常回家 然后你把家里头打理得这么好 每次只要是你没钱了 你就会给我转费信 多钱 谢谢你 这一年来呢 你也很辛苦 咱们俩呢 就是共同努力 把家创造得更好 今天先生是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那接下来有请高先生上前 说出您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给我爸爸买一个冰床 好 来 请回来 好 请回 想买一个冰床 因为我爸现在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他总是发烧 医生建议我们去转ACO 但是ACO呢 就是看不着我爸爸了 我说为什么要转ACO 他说ACO里头有冰床 这样一个床 你打听过吗 需要多少钱 或者买得到吗 我们平常 可以买到 大概是一到两万吧 来听听我们幸福观察团的成员们 会怎么帮助到你 真的是非常孝顺 真的很伟大 就是一定是很多很多很多的爱 才能够支撑起说 一直走下去的信念 我们随风宝蓝球俱乐部 希望能够通过北京红十字会 然后为你们的家庭捐助两千元 希望你们的小家也能越来越好 首先我作为医生 第一个建议就是 你得搞清楚 它发烧的原因 而不是单纯地用冰带给它降温 长期地不现实 就偶尔是可以的 那我们梅尔木眼科呢 我还是愿意通过北京红十字会 给你捐助呢 两千元 祝你老父亲呢 能恢复 好吧 谢谢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高先生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是的 其实从您上场的笑容 和您现在的笑容 我知道您是个有能力的 像你妻子说的 是个汉子 一定会挑剂生活的重任 一定会扛得过去 谢谢 高志玲放弃所有 只为能够补偿父亲对自己的爱 身体的残缺 让父亲对自己被加关爱 当父亲需要自己时 高志玲选择不离不弃 也希望父亲感受到儿子的爱 早日康复